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这一期视频来聊一下这个 浙江金华中国小男孩 殴打四个外国小女孩 这个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的视频呢 可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可以轻松的收到 包括这个今日头条还有抖音 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们只能够看到这个所谓的 中国小男孩 正在对四个外国小女孩 拳打脚踢 而且呢 有的人还说啊 这个小男孩嘴里面骂骂咧咧 说这个外国人啊 死而外滚出中国 就是这么一个事件啊 在中国已经是被吵得沸沸扬扬了 很多人都是议论纷纷 那么中国的公知呢 还有一些女权啊 都是一面倒的 指责批评这个中国小男孩 包括他的爸爸 因为啊 后面还有一个视频说呢 这个中国小男孩爸爸啊 坚决不道歉啊 说中国小男孩跟这个外国小女孩 小孩子打架是正常的啊 没有必要上升到国家层次 如果你觉得不爽 你可以报警 对吧 让警察 让中国司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这么一个事件啊 但是呢 中国的那些公知大V啊 还有女权啊 都是一面倒的批评 这个小男孩 还有他爸爸 说他们没有教养 中国人太粗鲁了 歧视性对待老外 你们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 义和团 你赶紧道歉 就是这么一个事件啊 那么今天呢 我来带来自己的观点啊 首先 首先我想要说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事件啊 昨天开始已经反转了 因为很多知情人爆料啊 这个事件的原因不在于这个小男孩 而是这四个小女孩主动挑衅 就是说这个四个所谓的外国小女孩 在浙江金华的一个商场 玩这个笨笨床的时候 他们用这个皮球投掷周边的这个人 挑衅他们 而且呢 诉中止来挑衅这个中国小男孩 所以呢 这个中国小男孩看不下去了 就动手了 所以呢 剧情已经翻转了 那么我想说的是呢 咱们还是要让这个子弹 再飞会儿 说不定再过几天 这个剧情又反转了 但是呢 但是我最反感的 最反对的是 就是在这个事件真相没有大白之前 那些中国的公知和女权 就迫不及待的 辱骂中国人 指责中国人没有教养 应该道歉 就好像他们自己的祖宗 这次被打了一样 中国人打老外 不应该啊 中国人太粗鲁了 对吧 老外打中国人 中国人应该感到光荣啊 这是老外打你 他打你是看得起你啊 你看到没有 天底下哪有这么下进的一群人啊 中国的公知 还有女权啊 你看一下中国人 包括华人 在国外 我别的不说 就说这一次新冠疫情以来 有多少的中国的成年人 华人留学生 在这个美国 澳大利亚 被人家老黑 被人家白人打了 没有看到一个 中国的公知女权 站出来 为中国人发声 为中国人讨公礼 指责老外 对吧 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 打外国人 而且这个事件 没有查明之前 他们就迫不及待的 代表中国人向 老外道歉 对吧 我觉得最应该是这个钙片的 就是中国的这些公知 还有女权 对吧 而且呢 我还听说 我还爆料了啊 就是这个四个所谓的 外国小女孩啊 根本就不是纯种的 就是说他们是混血的 是窜的 而且无独有偶 他们的妈妈 都是中国女人 他们的爸爸 都是在浙江 金华也好 还是义乌也好 做生意的老外 不知道是阿拉伯人 还是黑人 还是白人 也就是说 是杨兰 国女配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件啊 到现在为止啊 已经引起了很多 中国人的反感了 对吧 很明显嘛 这个视频 已经被人家 故意 剪辑 去头去尾 发布到这个网上 目的就是为了带节奏 引导舆论 啊 就说你中国人粗鲁 不应该这样对待老外 啊 中国人现在是义和团 在这个习近平的领导下 都是他妈一群义和团 对吧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这么反感 这些白人的 路色啊 反感一些所谓的中国女人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站起来了 已经是 不是这个所谓的满清 不是中华民国 不是改革开放 前几十年 啊 对这个老外 对这个西方文明跪舔 对吧 那个时候中国的国门 刚刚打开 啊 贫穷激弱 一下就看到这个西方文明的发达 啊 车水马龙高楼大萨 肯定是心理上肯定不平衡啊 肯定有一群人肯定他就下跪了 包括这个高晓松 袁腾飞 都是隔三差五的 称赞美国 美国体制好 美国人人总好 对不对 但是这几十年过去了 中国人已经这么发展了 这么发达了 甚至在很多领域都是超越了啊 西方了 现在还有一些中国的公知 还有一些女权 还在跪舔这个西方 对吧 所以我觉得啊 我不支持这个中国小男孩 无缘无故的殴打这个外国小女孩 但是我同时也不支持这个 所谓的一些公知 在网上开始发起 代表中国人向老外道歉的这个举动 我觉得这个事情原因还没有查明 对吧 就不应该一面倒的指责中国人自己 对吧 中国不是这个泰国啊 人家泰国已经是向西方跪舔了 西方随便拿一个什么loser 一个失败者 去泰国就可以胡作非为 玩泰国女人 对吧 殴打泰国男人 中国不是泰国 中国也不是满清 也不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 现在中国人已经硬起来了 你看一下网上有多少中国男人 娶白人老外啊 啊 你现在还在跪舔这些西方文明 还在跪舔白人男性 作戒这个中国男人自己 对不对 这完全就是中国的这些女权 还有公知联合起来 要贬低中国自己 对吧 我别的不说 你就看最近这几年中国人的情绪 你看一下那个三东三东大学事件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多这么反对 反对三东大学的校长 给这个老外 外国留学生配备一个 而且是指定三个 中国女性学生 为什么 你这就是做见中国人自己啊 中国人自己出去留学 还要自费 还要住 租人家的房子 出生活费 水电费 人家外国学生到了中国 导好 中国大学补贴 还要给他配备 中国女留学 女学生 陪读 这是多么下践啊 还有这个CBA的劳僧事件 就是那个黑人 球手 训练完以后 去这个夜店轻松一下 发布了一个不雅的言论 其实他的这个言论啊 我看一下 如果放到西方 放到美国 根本不算是 对不对 他们就是这么自由嘛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反感 为什么CBA后来要解雇 这个黑人球员 因为中国人已经感觉到了侮辱了 啊 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老外侮辱 而且有的中国人自己作戒 还要帮老外 侮辱中国人自己 作戒自己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有一些校长啊 还有这个公知啊 还有这个女权啊 应该好好的补盖 啊 中国人民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站起来了 啊 他不是什么奴才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啊 翻转的这么快 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就是有人故意的把这个视频去头去尾 故意带节奏 引导舆论 背后呢 肯定是那些中国的公知 还有女权 对不对 他们在这个特朗普 川普时代受到压抑 啊 没有办法发生 然后拜登好不容易上台以后 啊 薪水又造发了 赶紧又出来 叫换了 我们中国应该 警惕的就是这些人 这些所谓的公知 因为他们胳膊永远是往外拐的 永远都是跪舔西方的 你不要指望他们为中国人说一句公道话 啊 还有这些所谓的一些中国女人 对吧 今天我就不讲这个所谓的一些中国女人了 因为讲了肯定引起公愤 对不对 我就讲这个中国公知 还有一些女权 真的是过分了 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 中国的民警 还有中国司法都没有解决 你 你倒好 第一时间站出来指责中国人自己 对不对 多不下贱啊 我只能用下贱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的公知了 对不对